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了一些个头小巧且不起眼的固件 军工人付出了极其艰辛的努力 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坦克 在二战期间成为陆军的主战装备 重装甲 强火力 高机动 号称陆战之王 1955年法国推出了世界上第一种反坦克导弹 此后各国掀起了延迟高潮 苏联 美国都先后推出了自己的反坦克导弹 坦克的发展越来越好 重量越来越轻 机动性越来越好 装甲越来越厚 携带的弹源越来越多 而你没有手段去解决它的问题 那么你不处于被动状态 王兴志 中国工程院院士 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 24岁时就参加了中国一代反坦克导弹的设计工作 1969年9月 王兴志得知 中国决定自行研制第二代反坦克导弹 可直到1972年底 第二代反坦克导弹 红箭8的研制工作才重新启动 但是 就在这个时期 欧美的第二代反坦克导弹已经大量列装部队 85岁的曹迪是研究所的元老 在一代和二代反坦克导弹的研制中 都做出过重要贡献 我是搞一代反坦克导弹起家的 二代导弹起步的时候也是一穷二白的 啥也没有 这些关键技术不知道 东西方案也不太清楚 包括武器系统 各个分系统 发射制造装饰 都是啥样的 弹用是啥样的 没有技术 要手段没手段 我们就是有一帮的人 反坦克导弹从一代到二代 是一次全方位的跃升 之前 一代的部件 几乎都不能在二代上使用 连小到一块电池 一根引信 一块隔热板 一段线 都要重新设计和生产 二代反坦克导弹的一个核心难题 是制导系统 首次采用了红外半自动控制的模式 自然界中的一些物体 只要它的温度高于零下273摄氏度 表面就会不断地辐射出 一种叫红外线的电磁波 人眼是看不到的 但红外未标器能检测得到 对红外线经过光学调制 和信息处理后 就能得出目标的位置参数信号 从而锁定住目标 红外呢 我们是一个撤脚仪 就是撤出这个导弹 它飞出以后 偏离我瞄准线的方位和角度 然后把这个偏离叉提供给控制箱 控制箱然后在边境之内 通过导线送个导弹 这件控制 红外侧脚仪就像二代导弹的眼睛和大脑 没有高精度的红外侧脚仪 导弹就会变成瞎子和傻子 半自动的优势也就无从谈起 因此总体方案 对红外侧脚仪的精度要求特别高 当时给我们提 总体提出要求的是0.1个毫弧度 这是再一千米偏离十公分 能撤出来 新元是在学校里学了一点 从一帮资料当中也看了一点 但是脑子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不知道应该怎么弄 为了摸索红外侧脚仪的基本原理 科研人员做了长达四年的基础试验 最后确定了技术方案 我们进行原理试验的时候 都要利用这套学本 这个是代表远距离的一个目标 我们做试验的时候 往往就在这个台子上 对着它来做 红外的背景干扰 是科研过程中最让人烦恼的问题 太阳光的红外能量 比导弹携带的红外辐射器的能量 大百万倍 只有滤掉太阳光背景 才能让红外侧脚仪捕捉到导弹 为此科研人员特意到光照强烈的沙漠中做试验 你早上四点到晚上十点回来 往前在沙漠一天 因为沙漠都烫久 烫得厉害 消息都在哪消息 面包切的底下 躺在那个底下去 这样的试验要做上整整一个月才能过关 不过这还仅仅是开始 每一个部件我都能举出很多的例子 就是我们当时几乎走投无路 世界上的第二代反坦克导弹 普遍采用有线半自动控制手段 这根细如发丝的导线 承担着导弹与地面计算机的信号传输任务 犹如人体的大动脉是导弹的生命线 它就跟放风这样的 三千米线就是这么一个线 要从这一头放到那一头 中头不能断线 那一断线什么都完了 那弹子肯定要么掉地要么浪费 为了控制重量 导线要求必须很细 这个导线线性的 这个铜线跟头发丝一样出 在外面裹了很多的尼龙线 把它包围着 以后我们的迪伦斯 他要求是7.5克胆 就是九千米这么长的迪伦斯 它只有7.5克重 这么细的线 放出去的速度却高得惊人 第二代凡坦克导弹的 一个普遍特点就是飞行速度快 导弹的出速度一般都大于 每秒65米 而最大飞行速度 则超过了每秒200米 也就是每小时700多公里 是高铁列车最快时速的两倍多 两三千米长的细线 以超过每秒200米的速度 飞速放出 对导线本身的质量 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 当时国内根本没有这样的导线 为了这根导线 研究所和生产厂家来回试验 不断改进 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才算过关 但是在随后的试验当中 却不断发生断线的现象 烧 吹 磨 瓦 一个火烧 一个是气流吹 这个吹出来磨得很厉害 还有呢就突起也把它拉下来 解决这个很难呀 这件事让研究所的周干生 和他的同事们深为苦恼 由于缺少检测设备 一开始人们甚至没法确定 断线的具体原因 当时甚至绞尽脑子 一个是用醉鞋蛋醉 醉完了我们消息师 就做这个玻璃造势 想看 那一看不清楚 那怎么办呢 搞地面放线装置 自己设计自己弄啊 经过反反复复的试验和研究 人们最后发现 导线本身质量再好 如果缠线的方式不对 也会导致断线 铜剑八的导线 是缠在一个线滚子上的 为了减轻导弹的自重 对线滚子的体积 有严格的控制 三千多米长的线 是一层一层紧密地缠绕上去的 这个线呢 是镜像顺着摇 一层一层的 那么摇的话 它得要有一定的连接剂 这连接剂又连牢了 那个导线 导线一飞说 那线就拽断了 太薄了 就是战阶力太低了 从绕线到刷胶 任何一个细节出错 都会导致发射失败 所有操作工艺 都是研究所的公关小组 自己摸索出来的 自己去研究这个脑线 研究这个脑包 怎么包 怎么加强 加强多长 都是一系列的问题 整体的砖在里头 就脑子就不停地 考虑公关的时候 就是这根 不到一毫米直径的细细 贯穿红剑巴研制的始终 沈亭祥和老伴 都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 几十年前 跟随研究所搬迁来到西北 在红剑巴的研制中 沈亭祥负责陀螺仪部件的公关 陀螺仪是一种能够精确地 确定运动物体方位的仪器 它是现代航空 航海 航天等国防工业中 广泛使用的一种惯性导航仪器 它和小孩玩的原理是基本上是一样的 它都是有一个高速旋转的一个转指 定轴性 稳定性 陀螺仪的工作原理并不复杂 而一代反坦克导弹上也有陀螺仪 一开始人们没觉得这是多大的问题 便把一代的陀螺仪装到红剑巴上面 但是试验结果却让人十分沮丧 那么一打这个导弹呢 一看那陀螺那个框架都碎了 因为第二代这个反强导弹 它过载要求高 我们是一千个过载 街情能叫好多专家 那上百的都很少 那上千级就不可能 基本上结论就这样 此路就这么一条 走还是不走 除了大过载之外 陀螺仪的转速也有一个大的跃升 要达到每分钟十万转的级别 这对陀螺仪的轴程是个严峻的考验 到国外买是买不来的 我们就跟那个上海轴程就提出来 能够我们研制一个 按照我们尺寸要求的轴程 他们经过一年多 不到两年时间 就把这东西就拿出来 所以你说这些东西都是国内创新 都是从今起步 从无到有 就是有一种不服输的这种概念 不管人家怎么说 我们做 如果是各种方案都用上了 确实失败了 那我们就认 经过两年的不懈攻关 陀螺仪终于通过了检测 达到了设计要求的小尺寸 大过载 快启动高转速的全部要求 红箭8前后共历时11年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 科研人员依靠自己的力量 完成研发任务 并赶超世界水平 获得了国际图长的高度认可 攻克武器关键部件这条路 是一条由数不清的失败 铺就的漫长之路 中国军工人靠内心的信念 支撑和指引 相互搀扶 跌倒再爬起 就像歼11B战斗机的研制 也贯注了军工人的无数心血 关键部件的攻坚历程 交织着汗水和荣耀 这天一架战机腾空而起 它的机翼下安装着 专门为歼11B研制的 新型弹射式导弹发射架 今天的任务是 对新型发射架做一次实弹检测 没想到 试飞员接到指令 按下导弹发射按钮时 导弹没有与发射架分离 卡住了 为了避免导弹发射时 伤害飞行员和飞机 歼11B采用了弹射发射方式 飞行员按下导弹发射钮 发射架把导弹弹射出去 导弹脱离飞机后 再点火奔向目标 问题出在了发射架上 张胜利是当年项目部门的副主任 她和同事们心急火燎 夜以继日地查找故障原因 地面实验场 研制人员一次又一次地 重复投放动作 而闯祸的隐患 却一直潜伏在发射架中 不曾出现 型号定型日期 一天天临近 却找不到问题所在 说得领导弹着以后 看来就说 这项产品这么复杂 看起来冲击也是正常的 毕竟也是我们研制的 第一型态人装的 从是非测试出的问题算起 已经是第37天了 导弹研究院上下心急如焚 项目团队仍在排查 绝不放弃 或许是太过专注 人们一直忽略了一个细节 那天空中测试 飞行中的飞机是有震动的 意识到这点 大家立刻将发射架 装到了震动台上 这下故障出现了 最后经过这个37天的排查 把这故障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找到 这个后来就采取措施以后 再经过研证没有问题 保证把他的定用实验弹 出离开 但是过程里面 确实很曲折 军工人的独懈努力 不仅让歼11B 装上了新型弹射式导弹发射架 还实现了导弹攻击距离 不可逃逸攻击距离 导弹挂载量等方面的改进 可对空中多个目标 实施打击的辉煌成果 对许多当年的参与者来说 歼11B的飞全是从零开始 歼11B有六个研制亮点 其中一个就是眼射平显 眼射平显很能体现出 高科技的神奇 它可以把仪表上的数据和图像 呈现在前方挡和头盔护目镜上 飞行员不用低头 就可以看到各种数据 虽然这项技术 已经在一些高级轿车上采用 但三代机上的眼射平显 要求显示数据量大 视野宽广 无论白天黑夜 顺光逆光 都有很高的清晰度 主要解决一个 就是解决夜间低空 导航飞行和瞄准攻击的问题 就是显著提高人机功效 眼射平显研制难度极大 当年引进时 苏27还没有装备 顾刚所在的团队在黑暗中摸索 直到1995年才获得突破 但是95年突破以后 一直找不到那种上型号的机构 等到2000年正式发案的时候 就已经从地装设备降级为可扩展设备 因为他觉得你这个有技术风险 有技术难度 有可能国内也第一次没装过 但是毕竟还是给了我们一个 非常难得的一个重点 信号研制机会 顾刚从老一代科研人员手里 接过这个项目是在1983年 到2000年上尖11弊 在这个领域里已经奋斗了18个春秋 你要是这个好多东西是要一鼓作气 你如果这个方面不上的话 有可能队伍就解散 有可能不是延三五年的 有可能就永远错过去了 我们必须要借这样一个机会 能够尽快地形成这个 真心飞机的这个国产动力 航空电子系统 飞行控制系统 武器系统 这是我们研制的一个重点 还有我们的记载任务系统 我们必须要用自己的武器 我们自己的武器要集成到 这个系统里面去 这个航空电子系统 就是必须是我们自己来设计 这些站在军工尖端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虽然他们从事的工作内容 只是武器装备中的小部件 但军工无小事 正是他们一丝不苟 追求卓越和不达目的 不罢休的精神品质 让一个又一个小部件 最终拼接起来 组成国之重器 护博国土 他们的专注和对攻克难关的执着 值得被世人铭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